各位夥伴大家好 很多人問吉米的這個DJI Osmo Parking能不能來當行車記錄器 今天我們就來實驗一下這樣的一個做法啦 看看效果會怎麼樣啦 因為我把它掛在這個儀錶板上面了 然後倒過來的方式 錄影那影片呢我覺得應該會上下顛倒 所以說我們需要後期來再把它反過來才行 使用方式呢其實就是掛起來之後呢 然後按開機 這時候注意他的頭喔 這時候他開機會自動朝前 然後再按一下錄影就可以了 現在時間12時2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要做行车记录器其实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一定要有时间码在上面 他们说这样子才能够检举 不然的话稍微没有时间码 没有佐证是哪个时间哪个地点 那有些人觉得说这个要做行车记录器 其实不是要来矩阵用的 而是来记录一下你在开车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那就大家看看怎么使用咯 还有还有重点是拍出来的效果如何 那尤其出去玩的有一个功能很好用就是那个移动缩时 这种缩时其实可以 应该说缩时啦 缩时功能可以来拍一下你记录所有这个经过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啦 我看这个不错 你怎么看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你怎么看这个不错 是吗 我看这个不错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 还有又 这个不错 可以说一下 好 selector 可以说一下 你平时的이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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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